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主要句子的分析 主词是X-ray Screaming X-ray Screaming 我们翻译成S光的Scream 透过萤幕上的解释 动词呢 动词这边 动词叫做show 展现出来 所以X-ray Screaming 这个S光的检测机 它是可以show 它可以呈现出来展现出来 clearly清楚的展现什么 展现这个 老师现在画起来的What is in Lockage What is in Lockage 这个What is in Lockage 翻译成有什么是在这个行李箱里面的 这是受词 这个What is in Lockage 这个这个子句 这个子句当做受词使用 现在老师画起来这是一个子句 它叫做名词子句 它是一个名词子句或间接问句 这个名词子句是一个大受词 放在这个动词的后面 好 接下来我要讲到另外两个补充 跟Lockage有关的片语 Lockage叫做行李箱 如果前面有个hand hand lockage 有手把的 hand这个字可以当做手把来翻 所以hand lockage就是手提行李箱 是像这个 你们看到手提行李箱 还有这个地方可以握把的 有握把的叫做hand lockage 好 接下来什么叫做Lockage Clan 什么叫做Clan C-L-A-I-N Clan这个字有宣称主张 所以它是个地方能够让你C-L-A-I-N 可以让你宣称这个行李是你的 可以让你C-L-A-I-N 所以宣称这个行李是你的地方 我们就叫行李的提领处 好 所以这个提领处它用C-L-A-I-N 这个字哦 因为你要在这边宣称 你要在这边等那是我的行李 C-L-A-I-N 这个字宣称的意思 宣称说明当作动词 所以我们的飞机场的Lockage C-L-A-I-N 提领处长什么样子啊 来 各位看一下这边 就像这样 你会看到一个转盘 你们看到这里有个转盘 然后飞机基础人员会在后端 把你的行李一间一间的放到这个转盘上 透过这样的转盘上 你要站在那边看 等 看到上面 有没有你特殊的一些标记 特别的贴纸 或特别的一些吊饰牌 然后你就要C-L-A-I-N 你就要宣称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这个C-L-A-I-N 这个字就是宣称处 也就是提领处咯 好 再来我们看到第15个单字叫passenger passenger 什么叫passenger 字顾名思义就是跟pass有关的人 对不对 ER是指人 这些人他们都要pass 他们都要通过去到哪里 要通过某处去到某些地方的人 就叫做乘客咯 乘客像这样对 坐在上面的人 公车上的人 这里面的人就到passenger 好 例句 The train stop 这个火车停下来了 And around one third of passengers get off 好 这里有个连接词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句词是连接了两个句词 透过连接词and 连接了主词1 主词1叫train的动词1 and连接主词2 one third of passengers 这个passenger是我们的主词2 然后get off 这个get off下车是我们的动词2 你可以看到这个and的连接词连接了两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的train stop 第二个句子 around one third of passengers get off 两个句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火车停下来了 火车停下来了 那train stop 火车为什么停下来 不知道 但是around大约 八位包把这个around画起来 a-r-o-u-n-d a-r-o-u-n-d 这个字是阶系词翻译成大概 大约 有大约一又三 三份里面的其中一份 三分之一叫one third of one third of 翻译成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passenger 乘客有这么多人 但是有三分之一的人就get off 就下车了 好 这个三分之一要留意这个叙述 这个分母怎么说啊 分母呢 三分之一的分子 我们是用一般的数字 但是分母的三是要用叙述哦 第三个的 one third one third 三分之一 好 再来我们往下看 第六十六这个单字叫public public public是行动词叫公开的 公立的公众的场合 叫做public 这个字也是国中单字哦 people have to have to叫必须 后面加运行动词pay 好 people have to 现在的人都必须要付 付三十个pens pens是辨识 它是一个英国的钱的单位 你要付出三十个辨识的钱 for对于呢 every visit 每一次的拜访 to a public toilet 在欧洲 如果你要去到一个public toilet 一个公众的厕所 你就要付三十个辨识 as the rea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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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